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赞留言 欢迎打赏 好了我们来谈一谈 我看到海外有个消息 会声会影的 所以我有这个想法 我这里面当然也是一个结论 中共的军队不可能再现 文革期间林彪策动武装政变的历史 外界有些猜测纯属 捕风作影 借题发挥 我相信应该是政治炒作 我们孤望听之 也就算了 海外某些自媒体注意到了 中共的党刊 《求是》杂志9月16号刊的 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的文章 叫建军之本强军之魂 反复强调了党指挥枪的重要性 文章罕见的提到了文革中 林彪策动武装政变这事 有人说这篇文章直接说到了 文革中林彪策动武装政变 也有人说四人帮想插手军队没有得逞 就是因为全党坚决听党的指挥 全军听党的指挥 这种提法他这个时候很少见 有人说这个文章还提到 严肃查处郭伯雄徐才后防风辉 张扬严重违级犯罪的案件 并全面竖清他的流德影响云云 后面这些东西是几乎每一篇的政治文章都要提的 跟周永康一样 我呢是有几点看法跟大家分享 第一党指挥枪 是中国军队的主要核心架这个特色 古田徽强调了就是这个 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军队所未曾有的特殊现象 即便是打在社会主义招牌的国家也是这样 比如说越南 比如说古巴 他的军队是不是有这样特殊的强调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呢 朝鲜人民军几乎是金氏家族的敬畏军 从今日成金正日 即至金正恩三代 估计有企图以军事政变为由 被镇压了政治一级人士少数军事将领 但所谓的军事政变几乎都是捕风捉影 或许是某种打击政治一级力量的杜撰的理由 第二 1949年之后进城 毛泽东采取了多重的策略 明显的削弱开国将帅的兵权 我记得刘伯承的回忆录 讲了晚年刘伯承回忆到 进城不久 六大军区的将帅 都被集中要求到了 中南海 怀兰堂开会 毛泽东劈头盖里说了一句话 你们现在要老老实实听党的话 你们如果稍微有点不行 就要如何如何 我们是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刘伯承说当年听了这些话 脊梁骨都发冷汗 后来主动提出要去办军事 军校 国防大学 南京的军事学院 这个事情呢 我们就要从党内的斗争的情况来看 五十年代对刘伯承 对树裕 后来对陈德怀 彭德怀的批判都称 对林彪的1969年 擅自发布一号命令的不满和警觉 以及围绕恢复国家主席 纯粹的庐山会议 林彪最终跟毛泽东的决裂 山海关出走 葬胜 温都尔汉 这诸多的种种呢 就在有一个现象 林立国等人的五七一工程纪要 一直被视为是企图 林彪企图策动武装政变的证据 但是从这五十年来 不断披露的历史档案资料 包括最近的历史文献里面 对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 去掉以后 可见反革命的理据不足 仅凭五七一工程纪要 这非正式的笔记文件 来钻定他们武装政变的企图 理据不足 后来呢 也发现对黄永胜李作鹏 秋会做无法宪的处理 从根本上应该也是属于 冤假错案的患者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林彪要出走 不知道林彪其他的东西 这是第二点 第三 党指挥枪 是毛泽东时代 是雷打不动的政治规矩 多数的档案资料证明 毛泽东时代 军队要调动一个连一个牌的兵力 没有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批准 没有人能调动得了 就是军委副主席 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林彪 也没有这样的权劲 后面的林彪主动提出 要把北京卫戍部队的前四野的部队 八三四一等等 完全撤出京基地区 改换二野三野的部队 包括走北京周边几个山头 人工山也要交由这些部队 非四野部队来助手 就是为了降低毛泽东的心理戒备而来 所以党指挥枪这样的政治纪律 相信今天也一样 第四 这次军队在文革前 我们不太清楚 文革期间深度的介入文革 或者深度的介入中共党内斗争 几个历史关键的节点 是客观的事实 文革前夕 对彭罗路阳的削夺权力 借助林彪之力 借助林彪之力 既有打倒刘邓陶 对一大批老干部的批斗 多数也是借助军队的力量 包括各地的专案组的成立 后来的三支两军 各地的军管军宣队 革命委员会军队 扮演的角色 是文革中无一很吃重的一个角色 1976年法国风周 叶剑英光东兴最终解决 四人帮问题 就是借助中央警卫局和军队的力量 军队深度介入中国建国以来 尤其是文革 它扮演的无可取代重要的角色 包括1989年的六四戒严 各地调军队秦王进京 这些都是历史客观的存在 所以军队在这个时候扮演的角色 吃重也是无可回避的 关于这个问题 云鲁信先生的风暴历程 大量第一次披露了军内的文件 包括军事将领 个人的日记笔记文件 足以说明这一切 第五习近平2012年陆逐中南海 党政军一把抓 这个权力地位核心的领导地位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经营 已经牢固到没有人能够挑战 一手抓枪杆子硬把子刀把子 笔杆子前袋子一把抓 都是他的人 都是他的之江新军为主的 军队的将领也被他混乱了好几遍 尽管至今还在全面彻底肃清 郭伯雄徐才厚 房峰辉张扬的流度和影响 但经过了十年大范围 大规模的军队将领的提拔 调动楼位 应该说军事将领 对习主席的政治忠诚度理应 要比2012年刚上任的时候 更有切实的保障 这个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对军队的指挥权调动权 大权在握 我相信今天的状况 跟毛泽东时代也差不多 第六 只是贫瘠 西部战区司令在一年之内 就换了四个人 或是中央警卫局局长 一反常态中野战军 调了个军级干部来调任 或者江苏省行政 刑警总队 总队长罗文健的图谋不愧 就大胆的预测 军队不稳 军心不稳 或者出现 类似林彪林立国 这样企图武装政变的迹象 苗头 诸多种种恐怕更多是属于 政治八卦传言的炒作 我个人认为缺化足够的实证 今天不是1970年代 今天的中国还有一样东西叫大数据 大数据对中国政治社会的监控 尤其是对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各种贴身的关切 包括北京的中央警卫局的败助各个国家领导人的警卫班 警卫人员每天都要直接向中央警卫局报告警卫对象 每天详细的动态 这是毛泽东时代定下的规矩 应该现在还在严格的执行和遵守 我们没有听闻有任何废纸的消息 所有人看到了叶剑英当年在私下在聊什么事情要把电视机开得很大 或者到院子里花园里面去聊天 邓小平接西四人帮倒台了 是要躲到洗手间把水放得很大 王军兄弟也去通风报信 包括胡耀邦被贬了以后 在家里面说话不敢大声 把电视机领了很响 其实可见这方面大数据的关切也还是很到位 第七 十年的政治的整顿 政治的清理 军队干部有几百个高级将领遭到的贪腐调查 当然势必然会殃及词余 有些部署 有些社会关系受到牵连 受到殃及 不可能每个人每个案件牵涉的方方面面 大家都心悦臣服 哭爹喊娘 扶手 称臣低头 腹腹贴贴 不排除有人会心怀不满 也不排除有各种各样的企图 但是各位 只要你稍微了解一下 今天中国的戒备申严 滴水不漏的公安部的中央警卫局的一级警卫 专项警卫 和比和平时更加严格的警卫制度 就知道发生这样的危险概率很低 林彪当年都哪里做到的 今天有哪一个将领吃的暴脂胆就能够做到 第八 我的结论 以目前行之有效的政治规矩和原则 中共军队不可能再出现 文革期间林彪策动武装政兵的历史 何况这样一个历史和说法也不一定完全站得住脚 所以外界的猜测 纯属捕风作用 这些地发挥政治炒作或称流量的可能性居多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这些地发挥的美冠 平时判断 说法律